哎呀这个评论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啊 因为一些我和我对象在视频中互动的一些行为吧 可能是遭到了大家的抵制 其实我跟我对象就完全就是调侃的形式来拍那期视频的 现在我跟我对象的相处模式呢 就是他调侃我 我调侃他 跟大家想的完全就是不一样的 而且这个评论呢 还是我老婆提醒我看的 他也很意外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看这个视频 看得很气 我看了一下啊 虽然零零散散的看了他一些年了 第一次评论真的觉得他好下头 就是因为那些盲盒 我说这个什么价格的方面呢 还有说亏不亏的方面呢 其实这些呢 在我之前做盲盒的时候呢 就有网友跟我提过意见 你买的盲盒可以对比一下网上的价格 来判断一下你这个东西亏还是不亏 然后我就试着做了一下 结果我就很不明白的一个问题就是 怎么就变成我输不起的那个感觉了 这正常对比价格嘛 对吧 还说这个我好下头 下头就是是不是很恶心的意思呢 真装 我要是你媳妇 你他妈跟我滚蛋吧 我还是不明白我装在哪里了 只是拍个视频而已 大家其实没有必要那么生气 对女朋友脾气真的差 你是有多自卑呀 女朋友又漂亮又会自己赚钱 成人别人优秀就那么难吗 我成人的很优秀啊 我没有说别的呀 而且我也不自卑呀 我对她的脾气很差吗 只不过是两个人之间的互相调侃而已呀 就怕女朋友开出来比自己好的 一直打击嘲讽贬低 女朋友心里不舒服 我巴不得她开出来比我好的东西啊 开出来好的东西肯定是高兴啊 对吧 开出来东西的便宜 它就是便宜啊 不可能这个便宜还不能说了吗 那我之前开出来便宜的东西 那我也没见有这么大的反应啊 而且说我是一直打击嘲讽她 贬低她 我很好奇啊 这位网友说的东西 我真的不知道 从何说起 而且我们开盲盒那些视频的时候 其实是挺欢乐的 而且她心里边也没有不舒服 只是她有时候也说 这个东西开出来确实是垃圾 没有办法 盲盒的就是这个样 你自己开的时候 垃圾都值钱 别人开的时候都不值钱 还是女朋友 嫉妒心那么强 我开出来的东西确实垃圾 但是也有好的东西 我开出来的既是垃圾 但是又值钱 我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别人开的时候说什么都不值钱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呢 我就很纳闷了 兄弟们 只能说这个东西的开出来东西 是好还是不好 你多少有点大男子主义 我觉得大家还是真的太认真了 屌丝就是屌丝 那没有办法嘛 那屌丝就屌丝嘛 你开到垃圾就强行不亏 他给你买素材比你开到好多了 还说一直亏 我开到垃圾的时候 我没有说过不亏啊 每次都是亏个底掉 但是不都不说有几次盲盒呢 确实开出来的东西有用 对吧 虽然说都是音箱 它起码是有用的 对吧 关于这个测价格这个事情 我们之前都说了 对比一些 就是网上给出的价格 然后去做那些视频 效果会好很多 不然连价格都不知道 你怎么知道你亏不亏呢 人家换钱给你买东西 你一直嘲讽人家啥意思 哎我真服了 我什么时候嘲讽他了 关于这个亏不亏的问题 这就算嘲讽吗 你还是担着吧 那我就补 人家应该也是想给你整素材 你怎么老是嘲讽人家 这些素材是他买的 本来也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 如果我们角色对调一下 是我买的素材 他一直嘲讽我的话 那我就很好奇 这个舆论的走向会不会变 这他妈不是直男 活该你光棍 这怎么又场上直男的一些问题了 你一直叨叨叨 说实话 但凡女朋友脾气稍微不好点 都得转身走了 这只是一条视频 我们体现出来的 就是互相调感的一个效果 没有大家想的那么严重 这是咋了 怕被比下去吗 一直损 搜出了80到100多 你要说20 那还搜他干嘛 直接估价不就可以了 直接估价的话 你们也说不专业呀 我们只是选一个最低的价格 如果按最高的价格的话 我买的任何一款盲盒都不会亏 是不是这个样子吗 咱们就是论事 对吧 看的好气一直数落人家 直男本男 如果这个视频 我们的角色不相对调一下 你们还会这样说我吗 人家比你强多了 就你和飞哥 你只配单身 没想到就是因为一条视频 让大家看的这么气 其实我心里面还是 对不起 说实话 跟人家买这个 比比你以前买的那些 真的就是垃圾 盲盒不管多高端的 本来就是有的 自己能用上 有的用不上 但这次好歹都能用上 我还买过五毛钱一个的盲盒 那很垃圾 但是它价钱便宜 几十块钱 买一大包 它不垃圾谁垃圾 对吧 我也买过高端的 300块钱盲盒 那里面开着东西 它不高端吗 那些东西也都能用得上 为什么那些视频 没有人说我垃圾呢 盲盒都是有好的有坏的 不可能一直拿坏的 跟这些好的比 对吧 大白我给你个建议 不要大胆的主意 飞嫂也不容易 它至少比你开出来东西值钱一点 你却不停的在那里说 让他的内心会越来越没自信 你得鼓励 我真的是没有说他 你看他这么好的人 我怎么可能去说他呢 不是说我说一两句 让他内心就没有自信了 那不可能的事情 而且有些商品呢 他也觉得不值钱 也是垃圾 大家为什么只揪着我不放呢 你觉得你这样说他 他高兴吗 人家的手气确实比我好 人家还能开个无人机 你能开到吗 如果说我再去买一个的话 我还能开到无人机 你们信吗 女朋友温温柔柔的 李康飞你是吃了火药吗 能不能好好跟他讲话 继续这么冲 我都说了这是调侃 没有别的意思 大家真的是想太多了 我们两个人的相处模式 其实就是这个样 今天他调侃我 明天我调侃他 但是我们的感情是无变的 这飞的说话咋这么冲 都说我说话冲 那看来是我说话是真的冲 看来还是以后得微微诺诺的 就啥话都不能说了 啥事都忘好了说 那这样总行了吧 老阴阳人了 飞哥一直都这样 好好好 飞的说话太冲了 有用没用 都比你开的东西好 对对对 不管有用没用 都比我开的东西好 自己买的东西都有用 别人买的都不实用 大家好像把我这个人想的真的太坏了 这么喜欢对你媳妇 有点不舒服看你视频 学学大心做人 其实我还是希望 大家就事论事的去看视频 不管我说什么 反正大家在心里面 已经想象成 我是那样的人了 那我说什么 可能都无所谓了 在这里我还是真的想跟大家重申一遍 我不是视频中那样的人 我很爱他 他也很爱我 我们两个人的调感方式 可能让大家感到不舒服 在这里跟大家说声抱歉 对不起了各位 这次是我错了 下次不会再犯 先这样吧 等大家的怒火平息了再说 好吧